驾车 有啦就是他 他应该是父母 他父母比较狼一点 所以那时候他就驾车来学校 后来他驾习惯了 他就也载弟弟来上学了 哇 就是他弟弟刚刚好升上中学 然后他就顺便也载弟弟来学校 所以每次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年龄是还不会考车的 可是那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就看到球末学长学姐的车 结果他一驾是他学弟的车 他一个是 然后穿短裤 因为我们装学的时候是 高中是穿短裤 初中穿短裤 所以他一个人穿短裤 然后他在上来学校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走进台上学 可能他溜鸡的 有啦 溜鸡留了两年 这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不然就是 就这样 如果说是你味道年龄 价钱就是这样子 不然就是那种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比较乖一点 可能是我班上的 所以那时候只有 就一两个不怎么多 所以他是你的同学啦 同学 哦 他以前是不是这样 以前是学长 今年是同学 明年是学弟 哈哈哈 是 投马上 可是这个真的很厉害 那个很早就驾车了 然后就很吵 很常我们就拖他咯 当我们driver咯 家里再去家里再去咯 是不是 你们拖人去而已呢 他在你们去哪里 去CC咯 哈哈哈 去CC 所以我就去他家打GAME咯 我就把零酒厂 难得的浪漫 哈哈哈 哈哈哈 好